大家好我是敏郭 这是阿华那时候给我们的橙子 我看到说用橙子跟盐来蒸可以治疗咳嗽 感冒咳嗽 然后成长这几天不是老是咳嗽吗 然后我就试着蒸一下 看能不能起效果 缓解一下 我先把它洗一下 然后从这里切一个口 像这样 再用那个筷子捅一下吧 撒上一些盐 把它给捅下去 我这个也是第一次弄这个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效果 试一下看 我看有挺多说 这个可以治疗咳嗽的 化痰的 橙子也是一个好东西 对治疗咳嗽还是挺不错的 然后我们用牙签 把它给炸起来 放到碗里面去 然后蒸锅 蒸一下 直接放到里面蒸 盖起来 蒸个十五分钟这样吧 十五分钟这样就可以了 这两个忠实的狗 这个狗的肚子越来越大了 这个应该快生了 你看 你看谁还在那里吃饭 没爸吃宵夜呢 还有一个 我来吃 这个橙子很好吃的 没有没有 那个籽又很甜 以前我都不怎么爱吃橙子 然后去到阿华那边 吃到这个韦哥家 那个橙子不好 我很喜欢吃这个橙子 而且吃橙皮也比较好 吃橙皮 你现在还拿那个橙皮来晒干 我们来剥水喝 嗯 好甜的 十五分钟 十五分钟 里面没有汁出来了 可以了 拿上去 关火 哎呀 第一次弄这个东西 有一股橙子的香味 拿上去给它 应该是要喝这个水 然后吃里面的那个水 看一下 这样子的 先拿上去吧 哟 你还没睡啊 嗯 我煮了个东西给你 我煮了个东西给你 看 什么东西 只咳的 你看 你看 这怎么好好吃 喝那个 挤那个水出来 蛤 用那个勺子摇里面吃 吃里面这个 吃果肉 然后不是煮了那个水吗 要喝那个水 我看到下面家我们这样做的 烫米 等一下我来弄 嗯 这怎么味啊 咸甜酸 没有酸味 咸咸呢 盐蒸呢 用盐来蒸呢 对啊 也太咸了吧 是不是我放多了 等一下我要挤那个出来先 好香 不烫 有一点烫 那我赶紧倒水了 那你倒一下 那你倒一下 好烫呀 等一下吧 好烫好烫 是不是好咸 刚刚喝很咸 确实 因为可能 那个 可能也放了多盐 放了多一点 加上这个果肉吃一点 应该不咸吧 嗯 不知道啊 因为没有加上这一点 嗯没那么咸 那也就是 把那果肉也吃下去 乖乖的 味道 你以为是那个吗 那肯定不一样的味道了 谁叫你不听话 而且又很酸 怎么可能酸的果都不酸 它是有那个橘子皮 那个皮味已经进去了 它就是要外面那个皮 那种汁进去 知道吗 还有用 哪有你说的那么难吃 怪怪的 这个味道 我觉得像画梅一样 哪里怪 我就是吃不了这种 谁叫你不听话 你刚刚应该放一点 我还用了 嗯 等一下我放辣椒 吃下去 那好了就不用吃了 你就是对肉情有独钟 看一下这个表情 哎呦 有那么难吃哦 我都还没叫你吃那个皮呢 吃皮下去更管用 告诉你 下次能不能加一点甩油 等你好了我什么肉都可以给你吃 是 看哪里这个 减肥 吃什么五花肉 最近都没吃了 你看我瘦了吗 哪里瘦 你告诉我 衣服最快 对 哈哈哈 衣服瘦又不是你瘦 哈哈哈 感觉的 嗯 看哪里这个 哦 我能要 我能要吃一斤五花肉 我能要吃一斤五花肉 你想都没 哈哈哈 还吃一斤五花肉 爸也是吃完好睡觉了 哈哈哈 明天还要早起了 跑步去 哈哈哈 你就是抵抗力下降了 很容易的 懂吗 所以说明天要去跑步 听到没有 妈 睡觉了 吃完呢 哈哈哈 完了 你快点 要不要用 这个不是说的不好吃 就是有点废水 哈哈哈 废水 有点水 赶紧的 哎呀 想像他是一块 五花肉 肥瘦姜 相间的五花肉 哈哈哈 我已经冰冰的想了 哈哈哈 想像了是下面那几块 腊肉 哈哈哈 等一下更想吃饭 哈哈哈 要怎么想像他都好像带有毛 哎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哪有毛 哎呦 哪有那么夸张 我觉得很好吃好吗 啊 好 好 吃完 就像那个画梅一样 酸 甜 咸 这个又不酸 当然 我都吃 多喝点酸 哈哈哈 晚上浸泡 抽手 哈哈哈 你也多喝出来 嗯 嗯 吃不酸